希望这个飞机永远都是参观的性质 不要有上战场的一天 因为我觉得世界和平 这个世界已经太多战争了 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战争 军纪败坏 残飞官招待 李倩荣全家爽玩阿帕契 这台要加约7.7亿美金的 阿帕契战斗直升机 除了飞行员和总统马英九 普通人可不能坐进驾驶舱 更别说拍下高机密的仪表板 带上价值200万的专属头盔了 但是艺人李倩荣 不但坐进驾驶舱 手握操纵感 老公戴上头盔 李倩荣还拍照打卡 被各界骂翻 国军军纪败坏 投诉者向苹果爆料 带李倩荣一家拍照的 是六宗妖履中校老乃成 他趁上周日留守会客 带艺人李倩荣一家 和名媛王军宜等十多人 到没对外开放的阿帕契修复捧场 进行私人参访行程 李倩荣除了在阿帕契前拍照 老乃成还引导李倩荣 坐到驾驶舱 让他模拟驾驶 还让李倩荣老公 带起阿帕契专属飞行头盔 李倩荣玩得很开心 当天就把照片上传 脸书打卡 李倩荣原本硬拗 昨晚才改口道歉 一般人可不可以进去我不知道 因为我也不是 我也不是闯门就这样子进去的 所以我也是有部队朋友 带我们进去的这样子 我很白猛 那我非常的抱歉 就是说造成社会观感的不佳 然后或者是说 让大家觉得说 国家的安全有疑虑 我非常造成抱歉 六栋妖旅 昨天只对中校老乃成绩三申戒 但陆军司令部 只是重新检讨 并要求严惩 桃园地检署 昨晚已分他自案侦办 2013年的时候 国防部是有特别强调过 美方因为AH-641的电子仪表 都还在研发升级当中 全世界只有美国跟台湾有 不要外泄 媒体如果要拍摄的话 是不准拍摄的 那连马英九参加他的成军典礼的时候 媒体都被限制拍摄的角度 只能从前往后 可以由后往前 因为会拍到仪表板 这会不会变成美军之后 对我军售的一个限制 显然斗倒的事件 没有教导我们的演艺的人 关于国家机密 不可以被泄露的事情 动新闻综合报导 独家爆料给苹果 精彩用 就颇奖金圈你指定的慈善机构 请播电话或电子邮件 苹果任何网站或APP的爆料传区 你爆料我捐款